哈囉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亂洛洛! 現在在一個不論什麼經典端遊都要來M一下的時代 許多經典的PC Online Game也都被改編成了手機遊戲 過去風靡台灣的網路遊戲《天堂2》 也在前陣子於韓服正式推出了手機版 以下就是本次的宣傳報告,Let's go! 遊戲中前襲了原作中的種族系統 像是人類、精靈、黑暗精靈、半獸人和暗人等等 不同的種族也都有著自身特有的職業路線 選擇了主武器後後面可以轉職成對應主武器的分支職業 即使是不同的種族選擇相同的職業 如果你是玩過原作的老手玩家 應該會覺得這是一款重製版的舊伺服器喔! 雖然種族之間有著極大的差異 但《天堂2》不同原作當中 選擇取消掉繁雜的轉職任務與系統 並以職業卡系統取而代之 我們可以透過抽取職業卡來變身為其他職業 當我們進行變身後 將會無法使用原先職業的武器與技能 但相對的我們也可以使用變身後 當前的職業專屬使用的武器 這也表示了我們能夠省去培養多隻角色的心力 在抽到該職業卡的前提之下 自由的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來扮演 除了能力加成外 某些職業卡甚至有額外附帶該卡片專屬的技能 也因此再增加了一項玩家們追求高階變身的誘因 但是非洲玩家也不要氣餒 即使運氣不好 當玩家們等級提升到40等的時候 系統將自動贈送對應我們所選職業的藍色職業卡 而到了65等與80等的時候 也同樣會贈送高階職業卡給玩家以資鼓勵 除此之外 遊戲內也有與天堂M相同的變身卡硬幣系統 只要收集一定數量的硬幣 無科玩家也能夠化身為紅變大佬喔 為了避免玩家們在變身之後 還要花費心力重新收集裝備 天堂2M也取消了以輕裝、重裝和布裝 作為職業區隔的設定 無論我們目前是哪一個職業 都可以自由的穿戴遊戲內的所有防具 如此貼心的設計 也能夠讓玩家們專心的培養單一角色 靈魂彈為天堂2原作當中 相當經典的一項系統 只要在戰鬥當中開啟靈魂彈 無論是攻擊傷害還是技能係數 都會因為靈魂彈的加持獲得大量的傷害加成 而天堂2M當中自然加入這項經典的系統 只是目前靈魂彈的製作成本似乎偏高 洛洛建議在遊戲前期先保留珍貴的靈魂彈 等到緊要關頭再使用比較能節省花費 如果是玩過天堂2M的玩家 一定對寵物系統相當熟悉 寵物卡與職業卡一樣 每天能夠在雙城內進行一定次數的抽獎 而寵物的品質也是一路從白色延伸到最高的紫色品質 每位寵物都能夠帶來不同的技能加成 只要選擇符合自身職業的寵物 就能夠讓自己的戰力獲得顯著的加成喔 雖然遊戲的名稱寫著天堂2M 但是遊戲無論是系統還是界面 其實都帶有著相當濃厚的天堂M縮影 甚至可以說它是以天堂2為故事背景的天堂M 其實也不會過 話雖如此 但光是防具互通和職業卡系統 就已經讓洛洛覺得相當特別了 再加上整個遊戲畫面與流暢度 與其說是手機遊戲 倒不如直接將它當成一款 全新的Online Game也不會過 如果是喜歡MMO類型的玩家值得一試喔 比較可惜的是目前遊戲對效能的要求較高 如果沒有用官方專用的模擬器的話 玩起來其實會相當的不順暢 只能期待官方後續再推出更優化的版本內容 推完介紹後對於天堂RAM的遊戲內容有什麼想法呢 有原作的老玩家也可以在留言中留下一波簽到喔 喜歡洛洛的影片訂閱追蹤也錯過 我是虛擬Youtuber動物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好,謝謝大家 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請個自由 突然 我們好像 Josh 安